影片中这名穿黑色上衣坐在轮椅上的男子就是直播主吴小哲 被人拍到在医院门口与有人抽烟闲聊 一脚放在轮椅上手还扣着 没有纱布没有护具看起来若无其事 拍影片的民众反酸吴小哲 不是说自己手脚断了吗 这样看是哪里断了 过了两个小时吴小哲在脸书po文 说你们终于中招了 我早就知道你们在跟踪 故意脱掉护具也故意不包扎 就是要让你们拍个够 到处说我手脚没断 你们几个等着接船票吧 事后附上多张重伤照 甚至直接上传诊断证明 自己确实是粉碎性骨折 这是他上个月遭人掳走断手断脚 重伤住院20天后 头一次现身直播 双手双脚缠满绷带十分虚弱 不过现在出院被人拍到翘脚抽烟 还被质疑夸大伤势 吴小哲反击是故意让对方露出马脚 双方也在网络互呛打笔战 记者评论综合报道